8. 年轻人 9. 年轻人 9. 年轻人 好了,又来到我们的头珠界面了 继续跟大家来到讲将来10月10号 星期日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的系列叫做 爆冷场合,买铁三角 和大家买三匹的懒马 至于我们买到的场合 就是这一场的第三场 這場第三場就是我們的四班草地A加三欄 140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我認為沒有哪隻馬是特別厲害的 在這場馬上,最近跑得比較好一點的馬 就是這隻三號的變數 你看得到這隻變數最近的賽職都不差 最近都跑近的 這隻馬,基本上他出賽只不過是出賽了五次 五次入面,就已經是一win,兩個第三 在接下來的這場馬上,成績比較好一點的一隻馬 重要啦,這隻變數最近的兩場跑近的時候 都是跑這個沙田1400米四班賽事 而接下來呢,又會跑回這個沙田草地四班1400米賽事 所以這一匹馬,我認為是接下來的這場馬,實力馬之一 但是考慮到這隻變數,接下來這一場用陽明輪騎 這隻馬用陽明輪騎,但是那個賠率又不是特別好 上次都是只有5.1倍,接下來的這一場,同場上沒有哪隻馬特別厲害 所以這一隻馬有可能成為更熱的馬 所以我覺得這一隻變數在接下來的這一場就不太值得來搏 所以就希望從其他懶馬來選擇 至於今次我們會選擇的馬是哪隻呢? 我們第一匹會選擇到的馬呢?就是上場輸了給這隻變數的馬 就是這隻11號的好友利啦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隻好友利來買呢? 我們一起看看這隻好友利的賽職線 那大家一起看看這隻好友利的賽職線 這隻好友利,其實基本上他跑了很多場了 經常性都在四班跑的 跑的場地和路程都很多變化的 你看得到他,在沙田草地跑過 沙田泥地亦都跑過 跑馬地草地都跑過 基本上所有的場地都跑過了 至於路程方面,這隻馬就由1200跑到1650米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這隻馬跑1200就不是特別好的 跑1400和1650米就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隻馬曾經在1400和1650米都贏過馬 剛剛才說這隻馬跑1400是跑得比較好一點 但是為什麼最近的一場 這隻馬跑這個沙田1400四班賽士居然跑過爆味回來呢? 在這場馬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這一場馬這隻很有利輸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那個步速不太適合這隻馬跑 你可以看到其實這一場馬 擺前走的馬就全部回來了 是不是? 而這隻很有利其實是一隻中後上的馬 基本上你被前面的馬帶掉了 後上馬衝不切 導致這隻馬跑爆味了 所以你能看到在這場馬上的變數都跑贏了一隻很有利 變數就跑第三 很有利就跑爆味 但是以實力來說 我認為這隻很有利絕對是不會輸給這隻變數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原因就是因為你先撇除他上次跑第十二的這場賽職 這場是由星仔騎的 你先撇除了他 因為我覺得上場這一場真的是步速 甚至是說形勢也不太適合這隻馬跑 所以跑十二就先撇除了他 之後大家一起來看看這隻很有利的之前的賽職 其實這隻很有利的 跑千四米沙田四班賽事真的不是差的 因為你留意他在19-20年這個馬鬼 其實這隻馬曾經是說兩次贏這個沙田千四米四班賽事的 兩次都能夠贏得到馬 而當時的評分是41分和46分 跟接下來的這一場馬的評分就差不多了 當時贏馬41分46分 現在在評分41分 所以這隻很有利的評分是在贏馬的範圍 所以基本上你只論評分 所以基本上你只論評分 我認為這隻很有利的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已經是說非常有利的 所以是非常值得買的 之後大家再看看這隻很有利的 在20-21年這個馬桂跑的那幾場沙田草地 其實這隻馬當時已經是說跑近的 跑那些五六七這樣 跑近的 至於為什麼他贏不了呢 贏不了的原因是因為他當時失車 如果你留意這場馬 5月30號的這場馬 你會發現這隻很有利的 是失車才導致輸的 我們可以一起去看看這隻很有利的 當時怎麼跑 看看他當時怎樣失車 我們一起去片看看 好了 一開閘了 我們一起去認一下哪隻馬 是很有利的 很有利的就是這隻 淺藍衣服 黃帽 紅色箭嘴已經指著他 我們一起看看這隻馬 上場怎樣跑 果然有 內蘭就是這隻海運之星 再看到第三位金元寶馬 外面暴力如飛 追出橙衣服 還有連理複唱 第六位橙色眼罩 很有利的 內蘭還有這隻閃耀光芒 在外面 藍白隻奸衣服 有這隻四季起 後面那六匹馬 生生勝勝 在後面有個金碧科 尾四 啡色帽那隻 川河進區 後面三隻 內蘭非凡魅力 紫色衣服 尾衣噴火龍 暫時殿後 粉紅衣服 粉紅眼罩一隻五日之星 轉香港體育學圓運 連理複象大頭 第二位外面果然有 內蘭第三 有海運之星 第四位中間是金元寶馬 外面紅衫第五位 暴力如飛 內蘭第六閃耀光芒 中間橙眼罩 還有很有利 四季起 肯定在外面可以看空 藍白直奸衣服 後面還有川河進區 馬嵐後面金碧科 再扔出去大外擋 是五日之星 入征將直路 果然有在中擋 一直上來 在內蘭有海運之星 好了 看到這個位置 這隻 就是很有利 其實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被前面那隻馬 已經擋住了 現在出現瘦了的情況 沒有位 衝不到上來 大家看看這隻馬 如何跑 中間金元寶馬上 在外面追 有這隻四季起 在內偷位上來 還有閃耀光芒 繞到最後百多米 果然有佔先 在外面追 有金元寶馬 內蘭那邊還有海運之星 入面上來 還看到閃耀光芒 外面位置 還有四季起 接近終點 果然有就贏出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 是那隻金元寶馬 至於第三名的馬 就真的要拍照 由外面數進去 四季起 中間夾著 生生勝勝 入面閃耀光芒 但是生生勝勝 似乎不是那麼高盤 看回前面的馬 果然有就贏 金元寶馬第二 拍照的馬 有外面四季起 還有入面 閃耀光芒 好了 整場馬就已經看完了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很有利 上場出現輕微瘦的情況 導致這隻馬 很遲才能看空島 但是你可以發現 這隻馬 一看空島的時候 它已經交出衝勢 衝勢也不差 最後也不是輸很遠 跑近 跑回第七名 所以 基本上我覺得這隻很有利 不差 之前塞車的那一場 就用蔡明紹 接下來的這一場 又用蔡明紹 上去搏馬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的這一場 其實這隻很有利 也挺大機會 因為至少 它的評分是有利 目前 41分 基本上就是 它贏馬的時候 的分數 還要接下來的 一場 排著四檔 四檔好跑 背著輕綁 我認為都是有利的 同場上面的馬 又不是很厲害 所以我認為這隻很有利 絕對是有機會 所以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選擇這隻冷馬 11號的很有利 好了 講完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選擇我們第二隻馬匹 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就選擇這隻6號的裁照法 為什麼選擇這隻馬匹 原因就是 因為 見到騎士上場騎這隻馬匹的時候 古古怪怪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一齊看看這隻財照法的賽者 這隻財照法 基本上 你見到 它上季的成績都不錯 經常勝跑那些 2 2 3 3 3 4 4 這樣 經常勝都跑近 但是 在今季的時候 跑了一場 跑馬地12米 第四班賽事 居然 就跑過第11 回來 而這場馬 當時就有 莫女拉騎 到底當時發生什麼情況 為什麼 突然跑過第11 我認為 其實看片 就可以看完所有東西 我們一起去片 看看莫女拉 上場 到底怎樣跑 一起去片 看看 好了 一開閘了 我們一起來 去認一認 到底哪隻馬 是財照法 先 財照法 就是這裏的 橙衣橙帽 紅色箭咀 已經指著了 一起去看這隻馬 在這場 怎樣跑 數出去的馬 有極爽美麗 有形外面 赤水神區 最出要騎上去 就開心有利 外面位置 就是這隻財照法 接著第六位 第七位的馬 中蕩王三 還有福滿寶 後面五隻 金絲大帳 木火同名 尾三是藤進 後面兩隻 日日靚 暫時電口 就是六三那隻天翼 去到對面直路的中尾段 前面方頭 是管得點 開心有利 就貼住他 下去一個身位 有美麗 美麗有形第三 內蘭第四 南晚宅還有極爽 第五位 圓蘭上那些 還有黃衫紅帽 金絲大帳 中間黃衫福滿寶 外面赤水神區 後面五匹馬 木火同名 在內蘭的 外面財照法 後面三隻 藤進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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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透出 管得點 好 去到入直路這個位置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一隻 才照法 本來就是跟著 前面 黃衣黃帽 这一匹马的跑线 如果按道理莫雷拉想赢的话 他一定会跟着这一匹马来跑 但是莫雷拉下一步没有这样做 他居然将这一匹马向盈光幕的左边移 大家看看他怎么做 开心有利在他外面 外面正在冲上来就是福满堡 再看到内南位置就极爽 外面上来还有木火同名 最后一百米到管德店占先 福满堡率先上来 外面位置田太安他又来了 木火同名接近终点外面盖了 木火同名跑第二名 福满堡外面过不过力 那只管德店就要拍照 第四名是金丝大将 结果这场赛事 这只木火同名 突然神仰了 田太安承接到开罗战那些旺世 外面盖过了 福满堡第二好自己会高点 历日第三似乎是管德店 第四名金丝大将 好啦 整场马已经看完了 大家见不见得到 财照法怎么跑 这只财照法入直路的时候 莫雷拉居然不走出 走入 之后 随便打几边就已经收工了 其实莫雷拉在这一场 骑的马 骑得很适 基本上 好像一定要这只马输 那样的 你见得到他 其实出门之后 这只马一路 都是走三叠来跑的 莫雷拉基本上 就没有心帮这只马 涉的了 基本上整程就 亏了这只马 进到直路的时候 明明你是跟着那只福满堡那条跑线 但是无端端又不跟着福满堡来跑 走回去 其实如果想赢马的话 又怎会这样跑 所以 其实基本上 我认为财照法上场的赛质 是不需要重视的 表面上看 你见得到 上场莫雷拉 其实都跑过第十一 好像以为这只马不行 但是其实这只马上场 没有真真正正发挥过他的实力出来的 你见得到 其实这只马之前跑的名次都二二三三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未来的这一场 可以再试一试这只财照法 虽然未来的这一场 不是莫雷拉騎 换了騎士 换了梁家俊上去 但是我觉得 放梁家俊上去 就似乎是想搏爛的 因为上场 莫雷拉 騎的第十一回来 令到大家 就以为 这只马 会不会是真的不行啊 但是未来的这一场 可能出击都不定 是吧 还要这次 牌照了一档 一档 也是非常好跑的 所以未来的这一场 就想选择这只六号的财照法 去买回 好了 说完这一场马 我们头两只 会选择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说 我们第三只 会选择到的马匹 第三只 我们会选择到的 就是这只十二号的 红衣震撼 那么这次 为什么会选择这只马匹呢 我们一起看看 红衣震撼的彩直线 其实这只红衣震撼 在上季 甚至是再前一季 都没有赢过马 即是说 其实这只马 从来都没有赢过马 但是 为什么这次 会选择到它呢 原因就是 因为我觉得这只 红衣震撼 其实它的 评分 越来越好 其实这只马 之前跑过几场 沙田草地 千四米 四班赛事 当时都跑近 跑那些第三名 甚至是说 有一次跑 沙田千四米 四班赛事 都跑过第二 但是当时 平均那些 四十八分 四十五分 但是 未来的这一场 只不过是 赴四十一分 其实 平均对于这只马 是非常 的 还要见到 红衣震撼 之前那一场 沙田草地 千百米 都开始跑近 也有状态 跑过第四 接下来的这一场 又配田泰安 上去 揹着手绑 我觉得这只马 其实挺好 的 我觉得这只马 揹手绑 跑总比 揹重绑 跑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反而 如果他再继续 减分落五班 的话 就还不利 他留在四班 跑 揹着手绑 跑 就更好 还要这次配大师傅田泰安 上去 田泰安 骑惯骑熟 这只马 这次虽然排着十档 但是 其实我认为 对这只马 没什么影响 因为七叠安 骑内档的马 和骑外档的马 都差不多 他都是把这只马 拖出去跑 所以十档 没什么所谓 田泰安 正好跑这些马 所以 未来的这一场 我就想选择 这只十二号的 红衣震盒 来到去买 好了 讲完这一场马 我们买哪三只马 之后 就来到说 我们的投注策略 到底今次 我们会如何 投注这三匹马 呢 投注方式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 买这三只马 连赢 及位置Q 就可以了 用连赢及位置Q 这个彩池 去穿远这三只马 来买 买回铁三角 就可以了 对了 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和我们同路的话 都不妨试一试 这三匹马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的 我在这里祝大家 赢多一点 这条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 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